作者 默默 演播人 俱武八亚居 第2985集 城门失货 说起来当日虽然在那冰牢中得这位冰姑娘的相助 但杨开也没有真的全信了她的话 之所以接受那玄冥针 主要是因为冰姑娘说这玩意儿有不小的威能 可以拖延北黎默三西到十西的功夫 那个时候杨开在北黎默的地盘上修复戒门 总得防备北黎默一二 若不是出了今日的事 杨开只怕也不会动用玄冥针 只会将这个东西一直隐藏 如今看来 自己应该是着了人家的道 被人家利用了一把 但知道归知道 就算再来一次 杨开也得激发玄冥针 在北黎默面前 自己实在是没有抗衡的能力 小子 做得不错嘛 冰姑娘顿住身形 与杨开 北黎默分别隔着白杖距离 呈三脚而立 笑隐隐地望着她道 这么快就得手了 选择你 果然是正确的 杨开淡淡道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被人利用了自然有一肚子的不爽 尽管直到现在也没能看清这位冰姑娘的真面目 可对方绝对是在借助自己之手图某些什么 这就足以让杨开对之保持警惕了 你教她什么 北黎默狠狠地瞪着杨开 冷笑不迭 你知道她有多老了吗 居然还叫她冰姑娘 你的年纪也不小 杨开瞥了她一眼 这两个女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当先知己 事先弄明白这里是什么鬼地方 然后想办法脱困才是正经的 这位冰姑娘既然敢借助自己之手算计北黎默 估计实力也低不到哪儿去 这城门失火 自己这只池鱼还是早点避开为妙 万一被殃及只怕无力自保 就让他们狗咬狗 一嘴毛好了 溺徒 冰姑娘咬牙低含 几万年不见 你胆子越发大了呀 居然 干这么智慧本尊了 北黎默冷笑道 师祖你怎么还不死 弟子以为 你早已经死在冰牢里了呢 没想到还有再见面的时候 正在左右打量 寻觅出路的杨开闻眼 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们还真是师徒啊 当日冰姑娘说 她与北黎默是师徒关系 杨开姑且听之 现在看来 在这一点上 冰姑娘并没有说谎 只不过事情 并非她所说的那样 她是北黎默的弟子 真实的情况 而是反过来的 她居然是北黎默的师尊 一位魔圣的师尊啊 这简直就是老古董级别的存在了 你都跟她说了些什么 北黎默望着那冰姑娘问道 在见到那玄明珍的时候 北黎默就已经洞彻一切 绝对是当日将杨开关押进冰牢的时候 让她与自己的师尊有了接触的机会 只不过这几万年下来 冰姑娘在冰牢里毫无动静 她是真的以为对方已经死了 毕竟她多次亲自查谈 也没有发现有什么玄机 如今看来 应该是冰姑娘动用了什么秘术 骗过了自己的感知 冰姑娘抿嘴娇笑 也没说什么 就是把你的故事 稍稍编转了一下 说与她听罢了 然后让她帮我一个小忙 不要脸 北黎默冷着脸哼道 你以为将我拖到这里来 你就赢定了吗 师尊你大概是忘了 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 对你为命是从的我了 我北黎默 乃是魔圣 冰姑娘不住的汗手 我知道 要不然 我又怎会被你囚禁在冰牢里 几万年 北黎默道 你若是躲在冰牢里 或许还能寿终正寝 既然敢出来算计我 那就休怪本尊对你不客气了 冰姑娘娇笑道 你的本事是我教的 你觉得在这里 你有几成胜算 灭你绰绰有余 北黎默争锋相对 两位稍等一下 杨开听他们斗嘴 听得有些百无聊奈 抬手打住了他们的话头 左右各看了一眼说道 我能问一下 这是什么地方吗 冰姑娘微笑回头 这是本宫的 神魂战场 杨开神色动了动 那玄冥针内 封印的就是这个秘书 不错 冰姑娘汗手 神魂战场一出 便可将别人的神魂灵体 拉进此地 以神魂而战 不死 不休 杨开不住的汗手 真是不得了的秘书 这位冰姑娘的肉身 还在那十八层冰牢里 而且被囚禁了几万年的时间 那肉身纵然还保持完整 估计也没有什么大用了 换句话说 就算给她肉身 她也发挥不出多少力量 可这神魂战场不同啊 各自秉除了肉身的束缚 以神魂灵体而振 冰姑娘可以最大程度地遏制 北黎墨的优势 她既已为此准备了几万年 估计神魂力量上的造诣 也不容小觑 我有一个提议 不知冰姑娘愿不愿意听一下 你无非是想杀了北黎墨这贱人 如果你能答应我的话 实习之内 我必取这贱人的性命 听她一口一个贱人 骂得毫不含糊 北黎墨的脸都黑了 暗暗咬牙发狠 找到机会的话 定要让盈可以好看 冰姑娘嘴角一勾 实习之内取她性命 小子说话 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你才什么修为 连本宫都没这个本事 更何况是你 杨凯轻笑道 那自然是需要冰姑娘配合的 冰姑娘道 如何配合 放我出去 我保证把她的肉身 砍成肉酱 杨凯一边说着 一边双手成刀 在虚空中迅速剁了起来 仿佛才脱肉馅一样 死人一出 北黎墨脸色大变 咬牙道 小子你敢 人要是肉身被毁 那她可就完了 所以一听杨凯这么说 紧张得不得了 生怕冰姑娘答应了她 冰姑娘顿时笑得花枝招展 杨凯也笑道 姑娘觉得我这个提议怎么样 说来我也无辜的很 不小心就被卷入了你们的争斗 这里本来也没我什么事 我在这里更帮不上什么忙 还不如让我出去出一把力 提议很不错 冰姑娘亲手轻汗 脸上的笑容一收 可是我不能答应你 杨凯撇嘴道 为何 冰姑娘眯眼望着北黎墨 淡淡说道 你把她的肉身 砍成肉酱了 本宫可就没法夺舍了 杨凯眨眨眼 哑然失笑 原来你打的这个主意啊 你居然想夺舍我 北黎墨冷笑一声 不过对方既然有这个打算 倒让她稍稍心定了一心 否则她还真怕杨开 被放出去 有何不可 冰姑娘微微挑眉 你我修炼的功法 同出一远 只要剩了你 多舍起来 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难度 而且本宫也只不过是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总怕你没这个本事 北黎墨冷笑不迭 有没有本事 试过才知道 冰姑娘轻轻地笑着 身上的气势慢慢攀升 冰寒的法则弥漫开来 舔了舔红唇的 徒儿 你知道吗 当年那个男人 在临死之前 可是一直喊着你的名字 想要你去救她呢 云影大怒 杨开静生之地 三万丈上方的地面上 以男一女的身影 毅力原地 仿佛亘古永存的雕塑 杨开的龙爪插进了 北黎墨的胸膛处 攥住了那一颗正在跳动的魔心 北黎墨的脸上浮现出了 一抹痛楚的神色 但那一双美眸 却是没有焦点 空洞混乱 淡淡的血腥气随风飘摇 法身狼狈返回 乍一看到自己 也是呆了一下 急忙窜到近旁 仔细观望一阵 棱角分明的脸庞上 露出了为难和焦急的神色 他不知道 方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只是如今他从杨开 和北黎墨的身躯内 感受不到丝毫的神魂的痕迹 换句话说 这两人的神魂都已经脱壳而出 不知去了什么地方 这让他感觉有些难办 此刻无疑是击杀北黎墨最好的时机 北黎墨肉身在此 神魂不见踪影 无论他做什么 对方都没有反抗之力 可关键是 他若是真的杀了北黎墨 杨开也要受到牵连怎么办 两个人的神魂不可能同时 无缘无故地脱壳而出 绝对是因为什么秘书 在没洞察那秘书的作用之前 法身是不敢有丝毫的轻举妄动 甚至他连移动两人的肉身都不敢 无奈之下 他只能借助整个大陆的历历 将此地的痕迹掩盖 免得被人发现什么 神魂战场内 冰姑娘的身影 冰寒四国 字字出心 那个家伙对你可是痴心一片 他以为你终会来救他的 可是直到死 也没能如愿以偿 徒儿 你知道吗 他在死的时候 那绝望的表情 真是让人回味无穷啊 你当时为何不救他呢 你只要开口 为师肯定会成全你们的 你可是为师最看重的弟子 玄兵 贝利墨一声怒喝 俏丽的面旁挤进扭曲 就去一阵之下 数之不尽的寒芒 犹如过境的蝗虫一般 朝前袭去 玄兵面上挂着一丝淡然的冷笑 提表处浮现出一层肉眼可见的光幕 成半圆形挡在前锋 使得声音不绝于耳 那寒芒撞击在光幕之上 只撞击起层层涟漪 却始终无法突破 那光幕的防护 神魂战场内的冰寒意境 愈发浓郁 仿佛要将人的神魂冻结 这师徒二人都是血魔出身 精通的全是兵系法则 而且在神魂力量上的造诣 都高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程度 这一动手 整个神魂战场都受到了波及 杨开早在玄兵开口挑衅的时候 就意识到了不退 急忙朝外陶寸 北离墨是魔圣 自然有着魔圣级别的神魂修为 全兵既然敢冲他下黑手 估计也差不到哪儿去 这两人的战斗 杨开可不敢掺和 可让杨开感到无语的是 这神魂战场看似广袤无边 实则面积有限 他看看逃到的十里之外 竟被一层无形的力量阻挡了下来 好似已经到了神魂战场的边缘地带 再也没法逃得更远了 那冰寒的力量袭来时 杨开整个神魂灵体都瑟瑟发抖 体表处更是弥漫出一层薄薄的冰霜 惊得他连忙催动神魂之力 抵挡那冰寒之力 这可真是倒了啪被子的血霉 杨开心中悲愤的无以复加 以眼前这情况来看 恐怕不等玄兵和北离墨分出胜负 自己就要挂在这里了 什么坐山观虎斗 坐收渔翁之力全是妄想 痴痴之声依然不断地传来 玄兵虽有神魂之力守护 不被那寒芒伤及神魂灵体 但依然在一步步地朝后退去 从这一点上来看 他在神魂上的造诣 似乎有些不如北离墨 毕竟他被北离墨关了数万年了 北离墨如今又是魔神之尊 实力不如也是正常 但他脸上的笑容却依然没有减弱半分 口中的调性也丝毫不曾停歇 生气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居然还忘不了那个家伙 你可真是为师的好徒弟 连你师父的男人 你也要惦记着 最后又怎样 他死了 死在你的手上 放屁 一只沉默不语的北离墨 咬牙怒喝 明明是你杀了他 有我何干 玄冰脸色冷漠的 若非是你 我也是要怎会杀他 说话间 玄冰已退出了上百症 嘴角一勾露出了一抹微笑的 童儿 你好像上伤了呀 你的神魂之力 与我预期的 怎么有些出入 那边正在辛苦抵挡寒意的杨开文言 心头血量 北离墨当然受伤了 不止北离墨 如今整个魔狱的十二魔神 都有伤在身 之前明月可是灭了他们大部分人的一缕分魂 这么短的时间内 想必这些魔神们都还没能恢复过来 而神魂上的创伤 让北离墨在这神魂战场上的实力 下跌了很大一劫 那要怎样 北离墨冷亨 速守微台 轻轻地朝玄冰所在点去 这一指点下 玄冰郊区一阵 紧接着 胸口出净时出现了一片洁白的雪花 那雪花仿佛一个烙印 印在了玄冰的胸膛处 伴随着咔嚓嚓的声响 雪花迅速变大 冰寒的法则凝聚 大有要将玄冰彻底覆盖的驱使 玄冰面上浮现出极度的痛楚之色 身躯也变得僵硬起来 不过很快 他又忽然笑了出来 讥讽道 我说了 你的本事是我教的 你能奈我何 说话之时 身上的雪花居然迅速消融 与此同时 他往前猛跨几步 同样朝北黎墨点出了截止 北黎墨神色一领 身形跌宕 腾挪 避开了那无形的指令 还不等北黎墨站稳身形 几道洁白的锁链 已经从四面八方的袭了过去 犹如几条触动的灵蛇 欲将它缠绕 北黎墨伸手在虚空中一抓 一柄晶莹长剑 便被握在手心上 信手点去 正中一条锁链的顶端 叮当一声 将那锁链点飞出去 随手剑语如铺 化作一片光幕 噔噔噔噔的声音不绝于耳 寒光绽放之时 两人一时间斗得不可开交 这师徒二人 无论是种族 还是修炼的功法 都同出一元 争斗起来的手段极其相似 只不过一个被困日久 实力不如人 另一个有伤在身 客场作战 短时间内 竟是势均力敌之举 杨凯已经被他们彻底 无视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心生出牵挂 共吹演绎着掌金格铁芒 谁祝福真又算得到吗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